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哥 歌手是一档很神奇的节目 很多的歌手都会因为他而走红 走上人生的巅峰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期 因为参加歌手而走红的明星 快来看看都有哪些吧 等待 就能等待 在这世界上 你是我的唯一 等待 城市跟那英勤迷的歌手 因婚变等原因在乐坛消失 参加我是歌手时 以一首等待震撼全场 人气大涨 被网友亲切的称为黄妈 随后录节目 出专辑 开演唱会 算得盆满钵满 记得 你的眼睛将会亮着 我的手臂将会挥着 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 不撑着 我会喜怒你回来的 唱几分钟情歌 没什么 在参加歌手之前 一直是幕后制作人的身份 虽然在圈中小有名气 但在网友中却并不被人熟知 通过参加歌手踢馆赛 成功转型歌手 名气也大涨 成为如今实力 人气都称得上一线的歌手 妙共欢歌手 让怨人选择 从梦俨已开始 ios任我的乐队 从梦五� AV 这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进口小哥哥 22岁就成为了国宝级歌手 但在内地几乎无人认识 迪玛西首期就用神级赏银经验全场 成为最大黑马 颜值也不输政 成为了迷妹们的新一任老公 还接了不少国内代言 全部都在追悟 任意的问候 怪我没有看过 再如此难过 想给人帮我 要恨在搜索 相拥着寂寞 在参加节目前 内地的知名度并不高 通过泡沫 喜欢你等歌曲在内地一炮而红 之后还参加了春晚 歌曲也是出一首 活一首 身材娇小 但赏音力量巨大 不少粉丝都称邓子齐为铁肺 你觉得还有哪些歌手 是参加这个节目而走红的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哟 想收听更多好音乐 记得关注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